東南亞零食 就是東南亞的操商 近日在台灣各個地方 萌芽很多這樣子的操商 一方面是因為來這邊工作人多 新住民越來越多 但這覺得是好事 因為現在台灣可以吃到很多很道地的 像比如說像是越南河粉 越南麵包 像我們這邊那間越南麵包 排隊排死了 好 我們現在吃第一道 等一下 流電味上來了 來來來 試試看 我有在看喔 這真的很有趣 你知道 因為昨天我女兒回去溫哥華 然後我們在機場 她跟她朋友碰面 她的最好的高雄同學兩個人 跑去泰國玩 那剛好昨天回來 然後他們在第一行站 所以我們昨天就提早去了 這個機場跟她兩個朋友碰面 等到要結束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朋友 另一個大包小包 然後就裡面都這些 對 我就要說 你覺得台灣沒有賣嗎 對不對 誰會知道我現在要試吃了 好 這個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喔 巴拉多風味餅乾 有看沒有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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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印尼 印尼 這個 這個就是油炸了 甜甜的 然後不辣 它是素薯粉做的啦 裡面有紅蔥頭又有奶油又有鹽 我跟你說 印尼也是自己独樹一格 甜甜的 然後不辣 它是素薯粉做的啦 裡面有紅蔥頭又有奶油又有鹽 我跟你說 印尼也是自己独樹一格 但是吃這個會刷除耶 只要看到有這種 東南亞食品行 我一定會進去 第一是為什麼 就是 你進去裡面逛 你就很有出國的感覺 你就很像在就是去東南亞玩 那因為我們去東南亞出外景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去那樣的地方 去逛 然後去看什麼東西 台灣現在有很多就很棒 他吃起來不是那種洋芋片 那種炸的 沒有 他就是很炸 他比較像什麼麵下去炸的 他不像洋芋片 或是鬆鬆麵 他就扎實 然後蛋的味道蠻足的 蛋的味道蠻明顯 刷水 會刷水 應該不會吧 50塊 可以耶 這乳菜包含什麼 包含你出國的機票錢 對不對 就算你載什麼塊 你從這邊坐飛機 到印尼任何一個角落 你下了飛機 跑到超市裡面 機場的超市裡面 買一包再做回來 都不值這個錢 對不對 可以點 這樣算 你不曉得我都這樣算嗎 這是榴槤喔 對 是牌上螺旻花 真的耶 是我看不懂 看土味 這個是 印尼 這也是印尼耶 榴槤 我那時候有一次去新加坡 在錄 外景的時候 就有一個新加坡人跟我打招呼 然後說要跟我拍照 因為那時候剛錄 我以為沒有人認識我 沒有想到他認識我 就很開心 然後 陸陸續續喔 人家一直 是新加坡的馬來西 新加坡 老了 然後 等一下 他榴槤會上來 你有怕榴槤嗎 我不是 不愛啊 我不愛 鄭文誠很喜歡 榴槤我印象最深 就是我岳母很喜歡吃榴槤 他那時候我回到家 門一打開 我那個榴槤我就問我 欸 媽來過啊 他就會把榴槤 凍在冰箱裡面 鄭文誠也很愛啊 我第一次正式吃到榴槤 是跟鄭文誠去蘇美島的時候 吃到那榴槤 他就很愛了 剛剛講那個新加坡那個 後來就很多人跟我拍照 拍一拍之後 這個人就折回來了 我想他折回來幹嘛 他就拿了一盒的那個 那個泡芙給我 他說來吃吃看 這這邊很 很棒喔 很好吃喔 這樣我說好 他泡芙一打開 就像這個味道 哼就上來 這樣我說哇 然後我就想說 謝謝謝謝 他沒走耶 他就這樣 我就知道 我要再當場吃給大家看 我說好吧 我就拿一個吃 不難吃 現在OK啦 現在就是那個味道 有時候會嚇到 可不可以吃 當然可以吃 然後 夏宇喬很喜歡吃 我就後來把整盒 捧進給夏宇喬 你就聽到夏宇喬一次 哇好好吃喔 差不多就這樣 吃流 你還說愛流連的人 就愛到死 不愛流連就沒辦法 我可以啦 喔這流連味很重耶 很少看 差不多就這樣 流連嗎流連 沒有啊 你喜歡吃流連喔 這流連很重耶 因為我愛吃流連 都咬一口耶 來來來試試看 我跟你說 你吃進去才知道這要重 文還好 第一口嚇到有沒有 對啊 多可怕 對 來來來來來來 你去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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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拿去 我去拿去 唉唷 他遞給別人耶 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 不會不好吃耶 這樣好真實的 流連 好像真的 那就是流連 真的喜歡流連 就是喜歡流連 我會滿喜歡的 欸 我有在看喔 你剛不是在找餅乾嗎 他的表情跟不一樣啊 你兩個人都想 這個說真的 你愛流連會愛死啦 這真的不是愛流連 對啦 最好的流連 大概30元 這才30塊 這才30塊 這流連會價嗎 不會 因為對印… 對印尼來說 流連不是很便宜的東西 對啊 哇 這很厲害耶 滿滿的榴連 榴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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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你是一個 非常喜歡吃榴連的人 這個不像 你吃到嘴巴裡面 就覺得 滿足了你這個吃榴連的欲望 因為榴連 它是有季節性的 它不是一年四季 所以你就想吃 對不對 我覺得 如果你愛吃榴連的人 你買這個 然後用這個來挖冰淇淋吃 你一定會很喜歡 對不對 這個一定好的啊 試試看 對啊 芒果汁 台灣有賣芒果汁嗎 芒芒流啊 但是不是純芒果汁啊 台灣是一個芒果 這麼好吃的地方 基本上不太有人賣芒果汁 這是很奇怪的 不知道 有歸還35%喔 真的耶 他們都58而已 好嗎 就這樣 嗚 嗚 你看這個 媽要瞧啊 你看 已經轉換瞧了 你知道嗎 這麼多了嗎 嗯 哇耶 它就是榴連加芒果 因為嘴巴還是榴連味道 這是菲律賓的喔 可以耶 可以啦 而且你不覺得嗎 台灣的芒果這麼好吃 早期的果乾都從菲律賓買回來的 或是泰國買回來的 那這到這十幾年 台灣還是果乾 毛起來開始粗 不然以前早期 只要有人去泰國 有人去菲律賓 你幫我買那個芒果乾回來好嗎 對啊 那但是台灣現在的芒果乾很棒 天 這個 這個 如果以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一定很愛這個 但我現在的話 像這個我會 加氣泡水來喝 會很棒 然後 加點Vaga 不用啦 Vaga不用啦 加氣泡水就可以了 對不對 我是沒有戒酒啦 但這就是 加Vaga其實也可以啦 感覺更好對不對 我會覺得要加那個啦 Bacardi啦 Rum會比較好一點 對啊 白色的Rum會比較好 討論起酒了 Mushroom 它是 鮑魚煮耶 這是泰國的 菲律賓喔 是比較貴 對喔 115 它應該打開來就是一朵一朵香菇 完全看不出來 乍看之下會嚇到 想說水果耶 對啊 你看 對啊 是一瓶嗎 你怎麼跟吃到琉璃不一樣 那是很 很一般的口味 那就是海鹽啊 是一瘦你知道 這個你不喜歡吧 我不知道 因為我說真的 我必須要講 味道這件事情 它就是每個人不一樣 對不對 每個人所喜歡的味道不一樣 這個 什麼味道 它到底什麼味道啊 它很尾端很尾端的那個 那種香菇精的味道 但是它剛才進去的第一時間 你會有點嚇到 你會覺得 好像以為是油耗味 但是你咬著嚼著 它發現它不是油耗味 它是那種濃縮香菇精的味道 這大概是十碗煮成一碗那種 那種香菇精的味道 它比較大 欸 當作沒事是不是 每個人這樣 對不對 它其實 那它是幹嘛 又咳嗽了 有沒有 吃到尾端 你知道 對 它是香菇 真的 以為有一種感覺 以為是 對 以為是油耗味這樣 對不對 啊 但它其實不是油耗味 因為它吃到後來的香菇味就出來了 對 哇 這個很特別 等一下 馬修圓茄 秀真菇啦 秀真菇 然後椰子油 玉米澱粉 對啊 因為 我跟你講 很多時候 吃東西就這樣 但它就是 我常跟人家講說 沒有難吃的就是你吃不慣的東西 那今天它既然都會拿出來賣 而且都可以銷到台灣來賣 代表說它是有市場 可能菲律賓的一些離鄉背景 看到這個會覺得很開心 它實在覺得很好吃 或者他們可能有不同的吃法 只是我們自己不知道 對不對 那 當然如果說你是以台灣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你可能會一開始入水 你會嚇一跳 可不可以 這有瞑目耶 精神都出來了 跟我們想像中的那個香菇乾的味道 跟台灣的香菇 也不一樣 對對對 也不一樣 對啊 這個 我記住你了 好玩嗎 我沒有排斥 我沒有排斥 我買的時候不知道 不是我沒想 好 來 再拿一塊我吃給你看 我沒有排斥 豆腐乳喔 椰子喔 對 這也太特別了 椰子豆腐乳 粥喔 這個你待會看到你會嚇一跳 還是會嚇一跳 我以為是麵包粉 欸 сдела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